6月1号11点44分 东方知星号客轮由湖北赤壁续航 据调查当时气象条件为多云 风力二级 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 21点03分 东方知星号客轮航行建立线天子一号附近水域 前方远处出现闪电 随后开始下小雨 21点18分 东方知星号客轮行驶至大马州水道3号洪福附近 遭遇了标线天气系统 风向由偏南风转为西北风 风雨开始加大 21点19分 东方知星号客轮船长在房间听见风雨声加大 进入驾驶室 接替大幅指挥操作 21点21分 风雨进一步加大 能见度严重下降 船长命令大幅减速 左微跺 预转向顶峰岸至右岸一侧水域抛锚 21点24分 在强风作用下 船舶逐步向右后方后退 21点25分 船长察觉船在后退 命令大幅加车顶峰 21点26分 客轮所出水域 突遇下击暴流袭击 风雨强度陡增 顺时机大风力达12至13级 一小时降雨量达94.4毫米 船长努力稳传抗风 但在强风暴雨作用下 船舶仍然持续后退 模拟试验和计算结果显示 当客轮遭遇9级以上横风 或11级以上顺时风 且风险较大于21.1度时 船舶就将轻负 在当时风力条件下 船舶最大风压轻测力举 已达到船舶极限抗风能力的两倍以上 此时船长难以有效控制船舶的走向 船舶逐渐失控并开始倾斜进水 主机熄火后迅速向右横倾 由于船舶突然测倾 导致船上人员失去重心 翻沉过程持续时间仅一分多钟 船长及船上人员均未向外发出求救信息及警报 21点32分 东方知星号客轮翻沉 AIS与GPS信号消失 沉没后漂移900多米 至长江中游大马洲水道左岸一侧 至左岸水墨线至130米处 船上454人中 12人生还442人遇难 一直在了这些 等下来 了得eters 一变